接下来的话请各位 再开启另外一道练习题 这道练习题也是 这已经打开了 也是用另一件的函数 可能会非常不好解的 这一题的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H2的地方有个下拉清单 至于下拉清单怎么做 前面我们有教各位 上个礼拜的部分 在资料里面有个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 如果你有1班、2班、3班固定的话 你就来源 或者是说你有个下拉清单 你选它也可以把它选进来 然后这边记得 这边先改清单 来源给它 这个是写固定的 如果将来你不写固定 你可以在某个地方 选一个范围给它 然后这边就有下拉清单 这一题逻辑是这样 如果我选一班的话 请你把这边是一般的 像这个帮我怎么样 copy到这里 这个是 再copy到下一个 这个也是 再call到第三个 OK 那要怎么处呢 特别注意 如果我们要用以次要内建的函数 请各位可以开启云端上面 其实之前我是有讲过 如果要用以次要内建的函数 至少要用什么 if small index 还没有结束 还要怎么样 比对完之后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还要执行大刮壶 这个所谓的大刮壶 特别注意 这个大刮壶 另外一边 这边应该也有一个大刮壶 在这里 这应该是这个 这个大刮壶特别注意 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是要按下什么 Ctrl Shift加Enter 这非常非常复杂 这个做法的话就这样 就是你Ctrl C 如果我要把它放到这边来的话 这个地方记得 你一定要输入那个公式 这一串 然后大刮壶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而是要按下Ctrl Shift加Enter 然后再向右 向下 OK 这边不是有错误吗 还要再把Effail拿掉 这个其实应该可以 这边有多一些怪怪的东西 可以用Effail把它去过滤掉 可是后来 其实我之前有教大家就是怎么做 不过后来我发现 大概交到这边的时候 同学大概已经阵亡了 百分之九十 交到这边的时候 几乎全部阵亡 老师你在讲什么 虽然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是不知道你怎么会做 为什么 因为他等于就是把很复杂的逻辑 全部都放在一个公式里面 而且里面还没办法除错 另外还要执行阵列 所谓的执行阵列就是有点像VBA里面回圈 在一行里面要执行回圈 而且如果你只要里面有个错误发生 你就会失败 而且为什么失败 也要慢慢去找 哇相当的复杂 所以后来我发现 同学就跟我讲说 老师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不然我们换一个方法 我们换成用VBA来写 他说 老师你直接跳到VBA写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VBA我听得懂 但是反而刚刚讲的 我们听不懂 所以我干脆我就直接 上面的部分仅供参考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想说 我如果把上面讲完之后 因为以前的经验来看 但是这个部分是大家不要可以接着 为什么 因为一样会有K 一样会有回圈 一样就这样而已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程式非常的简单 那怎么写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如果你们 刚刚那个东西会写的话 我想这一题应该也会写 所以这个我们就先把它delete掉 接下来 假如我们有个按钮 就是直接按下去就取 比如说他这个是哪一班 我就抓哪一班的东西搬过来的话 那我的这个程式该如何拽写 一样 我们先到我们的专案里面 找到326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这边 会需要按钮叫做班级好了 所以我这边就打一个班级 Enter Enter一下 那我希望怎么写呢 其实一样嘛 我希望把这个跟这个范围比对 可是这个是一个范围 有没有 那怎么办呢 一个范围你要一个一个比对 所以一个一个比对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什么 4回圈 4i 等于什么呢 帮我从第二列 到 第十二列 Enter两下 做什么呢 帮我比一下 比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 跟这个范围里面比一下 如果一样的话 就帮我把 他的同一列的 bcd 搬到这边来 意思应该可以懂吧 可是程式如果写 其实好像之前也写过类似的 if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 跟这个一样的话 会不会写 range 谁写前面谁写后面都没关系 range什么呢 h2 对不对 如果等于什么呢 sales i列 的a栏 对 如果这个ok的话呢 then 太过去了 空一个then 然后做什么 一样的end if 打两 打一个end if Enter两下 然后做什么呢 帮我把同一列的b栏 放在ghij 有沒有 ghij ok 所以 特别注意 这个要复制到这边 所以 被复制的 来源放后面 目的放前面 所以呢 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就写 用range 这个用sales sales 的什么呢 第几列 放过来应该是 第五列 的g栏 ok 所以g栏的话 你就打个g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找到的那一个 这个的b栏 所以同一列的b栏 就是这个拿来改算 比较快一点 改个b就可以了 同一列的b栏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带过 不过会有个问题 这个五有没有 一样的问题 我先做一个看看 姓名带过来看 其他ok的话 这个改一定可以 这个执行的话呢 你会发现 只有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放第五列 所以就怎么样 第一 第一个盖 第二个被盖 第三个 所以剩下最后呢 二班 只有两个吧 所以应该是什么 正立被盖掉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又像刚刚一样 k 所以这边的话呢 k把它改成k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k等于 刚刚那个数字 5 然后底下的话呢 就什么 k等于k加1 诶 写完了 试试看 这边有没有放里面 资金 有没有 正立 柳红英 那你想说隔壁这些怎么办 很简单嘛 怎么办呢 把它enter 这个什么 复制 总共复制什么 这边改成b b改成c g改成h 有没有 然后再执行 有没有 过来了 其他呢 就改一下 这应该 这样子改完之后的话 程式呢 就写完了 所以gh i 有没有 这个应该不难写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比刚刚简单太多太多 如果讲完之后 同学就说 嗯 好像哦 感觉 诶 学VBA慢慢 有比较会 有那个动力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工作里面有很多地方 说真的 你即便那个 可以用公式啦 可是你光看完那个公式的解答之后 再看VBA 好像还是写VBA简单 当然不是全部啦 我是以这一个例来看 其实 导度如 怎么样 你就写VBA 一直行 他就OK了 如果 再来最后你可以在这边插入一个按钮 这边也许就班级 当你怎么样 就是选取一个班级的话 那你就是 就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比如我要一班的话 然后你就按一下 一班出来了 按三班 三班出来了 我好像有个问题 怎么样 旧的要清掉 所以最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 可以怎么样 在刚开始 可以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清空 这个范围的资料清空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是Ranch 好 然后什么 G 5 到 J 的 多少 刚才清到最下面 12 然后呢 后面点什么呢 清楚的话 就点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 这样就可以了 意思说 帮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全部 按delete 键 这样就可以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 然后执行二班 有没有 先clearcontents 再放二班 三班 大功告成 有没有 程式就是这样而已 那其实 甚至 这边 有没有 还可以更写更简单 就是 你复制的话 它是一个范围 你直接写一行就好 这个范围复制过去 你就不用写四行 只是我觉得这样已经够简单了 我们先讲到这里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我有把刚刚的那个 完成的结果 就写 写在圆端上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现在有些地方都还蛮雷同的 而且 k等于k加1这个东西 真的还蛮好用的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拿来 如法泡制一下